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翠书 我从小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每当家里有叔叔伯伯或者阿姨来拜访的时候 我总是会给他们表演一些东西 那可是呢,因为没有时间 因为后来课业的忙碌,所以没有时间做进一会的学习 那一直到了1986年,198几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参加了南湾华人合唱团 同时在1986年的时候 我替台湾大学第一次的合唱团来美国的访问演出的时候 我担任总招集人 所以利用那个机会,我认得很多学习音乐的朋友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的音乐细胞又开始这个沉沉欲动了 终于在1988年的时候呢,我有机会 能够找到在南湾区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声乐老师 Lanita McCullough跟着她学生乐 那这段时间呢,我得跟小朋友一样了 每年去参加这个Certificate of Merit 这个学生晋级考试 我需要背诵所有的歌 我需要还要背诵一些这个作曲家的生平 还有一些歌剧的一些介绍 我从他们的四集开始考起 在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呢,考过了他们的这个第七集 接下来呢,我就想想看 我要给自己一些挑战 那什么挑战呢?我想要开自己一个读唱会 对我来说,这根本是一个梦想 真的是一个,真的做一个,还是一个梦啊 那很有意思,就在1993年呢 我这个梦想居然成真了 1993年开了第一个读唱会之后 我又来了三百位的朋友啊 那么我既然能够在台上啊 一下唱了四十分钟 我觉得,我希望能够一直唱了一个钟头 剩着两个钟头 在我的先生的支持家 还有在我音乐老师的鼓励下呢 我结果又在1997年 那个时候,当我要从TV 搬家搬到这个Brandwood的时候呢 开了第二个读唱会 叫做宋友人 那当时每年开读唱会开完之后 我就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花 那我先生说,这么多花有点太浪费了 我们把这个花当成一个大家的爱心 我们捐给周围的一些团体好不好 所以从第三个读唱会开始 第三个读唱会 捐了一万五千块钱 给Torrens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那个叫做健康与生命的首得 那第四个读唱会呢 叫音韵足桥迈向社区新济园 那这个读唱会 我们Benefit的两个团体 分别是半岛教育基金会 跟Torrens教育基金会 这两个都是南湾地区公立学校 所组成的一个基金会 为学生募款的 那第五个读唱会呢 是华夏应运最近 是目前为止 这是我第五个读唱会 全部内容全部都是中文歌曲 那么唱完之后呢 这个有两个团体Benefit的他们 分别是加州大学的东西医学中心 还有亚美医师会 所以我总观这个 所有读唱会开下来 一共募了五万块钱 分别给五个不同的社区团体 都觉得能够除了在那边唱歌 能够过一阵子呢 确定一下自己的这个 有没有进步之外呢 在同时呢 还可以为我们的这个 主流的一个机构呢 能够做一点慈善的工作 我的歌啊 一共唱的有这个六种 七种的语言 然后呢 分别是意大利亚 德文 我们的法文 中文啊 英文台语 有的时候还有日文啊 那这么多年下来呢 我目前还继续啊 跟着我这位 Lanita McCollum 继续学我的音乐 那学音乐之后 每年啊 都要有三次分别在 不同的声乐老师家呢 有这个大人学生的 那我几乎都不曾缺席啊 我不曾缺席啊 然后我觉得我一直 而且我一直还在进步 目前我的重点呢 是放在唱歌剧 Aria上头 那我觉得我今年 对不起啊 我这个六十四岁啊 可是呢 我的声音还在进步 这个是非常令我惊讶的一个事 各位朋友啊 这个字啊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福字啊 就是过年的时候 我们说是福道了啊 其实这个字啊 也是有点典故的啊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 我记忆开始啊 五岁开始 我的爸爸呢 就教我们写毛笔字 然后我的祖父 曾祖父 他们都是写言体的 所以我也就是 这个言体呢 变成是一个家传的 家传的艺术 我小时候呢 也得了很多奖 我得过全台湾大专院校 奖总统那个 佳延的书法比赛的第二名 那台湾大学呢 我得过是全校的第一名啊 那么 可是很不好意思啊 我只能说是 我是年轻的时候呢 我学的是这个书法 可是年纪老了之后呢 学的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歌唱啊 所以呢 现在这个字呢 我不觉得我有退步 可是很不好意思 我也没什么进步 不过呢 你知道过年的时候啊 我就写一个符啊 一个寿啊 一个春子 然后把它印成好几百份 然后呢 送给我们南湾地区的这些老人家 然后他们对这个 对我这个福字呢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谢谢 这是春子 一个春子 一个福字 那还有有的时候 还有写寿字啊 那么我希望我的 虽然声乐我呢 继续在努力 我也希望这个书法呢 我也能够有一点找劲 不然对我的父亲 我觉得不好意思 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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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意思